我臉得上嗎 啊 我要跟姐姐確認一下 剛剛連到 對 剛剛連到 耳機的聲音好大 你們聽得到我耳機的聲音喔 我的耳機連到 啊 真的耶 這樣子嗎 不太會用 我沒有什麼在用 而且我都沒在充電 可以了嗎 不知道耶 這樣是可以嗎 因為它還沒開始啊 我不知道怎麼可以 它到底買了 不是 這是我買 我買那個平板的時候 用那個學生優惠買的時候 然後它送的AirPods 不是我買的 就是它是送 它強迫送 強迫送 強迫贈送 畫面就OK BTS 你說那個BTS 我就會想到那個BTS 技術上的問題 處理中 我可以用直播架看 我可以用直播架看 它為什麼不能轉另外一邊 它不能轉另外一邊嗎 它為什麼不能轉另外一邊 它為什麼只能用這邊看 這不是大家都用電腦看 真好 電腦真好 可以啊 沒有啊 沒有啊 它不旋轉 點一下畫面 我點了 我點了 沒有啊 你用手機 看嗎 我有開 我有開啊 我開了 我開了 是開著的啊 還是不願意算了啦 用這邊也可以看啊 好 好 你的也不能轉 好不好 那就直接這樣子 欸 手機太大 開機還沒開始 7點開始 它遲到了 我很準時 晚安呦 我要線上做表情嗎 這樣 這樣 今天一摘了 今天一摘了 跟大家分享我的 今天的水分補給 杏仁茶 安卓 或是iPhone iOS iOS 先拿水 先 茶 這個粉泡滿 我不知道我媽是 怎麼買的 她是直接買的 還是什麼樣子 不知道 因為她的烏洞真的好喝 是不是有點甜 因為是冬瓜茶 所以 冬瓜茶 基本上都蠻甜 除非你 就是 可是冬瓜茶有個好處 就是你加水 它就會 獲得新的一杯 所以 你可以先 你可以分裝 然後 加水 你就會有兩杯 冬瓜茶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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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甩下去 生血真還沒有出來 生血真 またね 還沒有結束 不要またね 好 我等一下就忘記 不會 我不會忘記 我的特藤可以看了 太棒了 謝謝花生的 Juju女歐 衣服的角色是誰 ZUKI 陳世雅生血真 有成員準備的驚喜是不是 什麼驚喜 什麼驚喜 昨天合照直接把另一擋住 是你擋住我 謝謝小玲的狗狗抱抱 10分囉 又10分囉 還沒有開什麼程式啊 可惜我放不上大不了 我放大不了 你是那個兩倍堂首飾嗎 兩倍堂首飾 大家記得刷新畫面就可以跟你們說說話 可是我沒有辦法跟你們說說話 因為我的名字 一說說話就會被認出來 可以改名字嗎 這可以改名字嗎 我是不是可以改名字嗎 到底 提問那邊 可以 可是他不能就是旁邊有聊天視窗嗎 就是他不能 就是沒辦法 他一定要跳出去才可以 沒畫面要問什麼 很嗆喔 很嗆喔 零一說話 零一沒有要說話 沒聊天室的話 好像也不用改 提問 他有一個提問 那是聊天室嗎 那不是聊天室是不是 那不是聊天室喔 沒看到有聊天室 沒看到有聊天室 開始了 還沒有開始唷 我要跟姐姐聊天 等一下 開始了嗎 又開始了嗎 請說話 誰要說話 等一下 後夜機 delay 他們要晚下班 他的杏仁茶都要喝完了 哈哈哈 嗨嗨 阿潘 阿潘也在看 阿潘在直播嗎 阿潘也在看 阿潘也在看 後夜機也有你的直播 不是嗎 什麼後夜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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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的貓貓貓貓 是 直播也帶 AirPod 我已經不能雙開了 謝謝OK的米卡 照亮點 我已經不能雙開了 好好陳思雅出現 哈囉 陳思雅你好 我沒有要看 沒有想看留言 欸 好 我也知道 可以留下眼 大家可以留下眼喔 大家可以留下眼喔 我剛剛以為 陳思雅頭上 那個辮子的 結是垃圾 我剛剛想說 他手上 他頭髮上黏到 口香糖 那個是提問 不是聊天室 他看不到留言 要不要開浪Live程式啊 他看起來很不會用電腦的樣子喔 看起來很不會 看起來很不會 很不會用電腦的樣子 看起來很不會用電腦的樣子 眼這樣吐到他看不到 他當然看不到 他當然看不到 哈哈 耐心等候 耐心等候 勵進蒼蒼蒼 最高了嗎 對嗎 看起來也不會用手指 正常來說應該可以轉吧 但是他沒有辦法轉 不是我的問題吧 但是我的問題 會不會用電腦的 在那邊 怎樣 都有 notable 那邊 都是瑞士的 那邊 是瑞士 好嗎 然後 是瑞士 然後 有氣 李某淳怎麼很像去練習 他怎麼很像穿睡褲 還有來賓喔 我是拒絕了嗎 不要說出來 我沒有我是因為要陪大家直播 所以我拒絕了他 視聽 紅紅是視聽 對對對 我是為了要陪大家那個在Line直播 所以我沒有去他的後夜季 謝謝花生的救救你喔 在喝什麼這個是杏仁茶 怎麼這麼突然就開始啊 Overture怎麼就這樣消失了 我剛剛沒有看到Overture欸 他為什麼跳過Overture 現場怎麼不打光 我覺得他應該有打 不然後面為什麼會有影子 思雅說有剪輯 他是不是把他覺得很羞恥的那段剪掉 他也剪輯太多了吧 什麼意思現在到因為喜歡你了嗎 謝謝丁瑪的啾啾你 O 是不是等一下30分鐘就看完了 還是不用 10分鐘就看完了 10分鐘看完成下畢業演唱會 有消失的那一段 超濃縮精華 超濃縮 而且他順自前四首 只出現了好想見你 消失是哪一段 Overture 1小時40分 這樣有辦法聊到1小時40分鐘 怎麼突然切視窗 對我想看表演 我沒有想看他們的 反應 不怕給你 沒關係沒關係 沒關係 Oh so long so long so long で泣きました 泣い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最後です これからはSKR 頑張ります 現在在直播 SKR SKR現在在直播 對 是後夜季 長絹房 對這個是長絹房 這是正式的時候的我 我現在都在發的那個是彩排的時候的我 這套衣服很好看 謝謝 這套衣服真的是 困難重重 哈哈哈哈 SSKR跟SKR念起來是不是也一樣 不一樣啊 SSKR跟SKR 但我覺得練兩個好像比較順 剪太多了吧 真的剪很多欸 對 所以他等一下要怎麼樣 他等一下要怎麼樣 他等一下要怎麼樣 套牌也好 謝謝 那就是那個Doris老師 他們幫我夾的頭髮 你都忍住沒哭 我很厲害吧 我跟妳講 我其實到 我忘記到哪裡 好像櫻花瓣的時候 櫻花瓣的時候 櫻花瓣的時候 就是有點感動 但是 感動的點 感動的點好像是那個 想到阿伯常宣布畢業的時候 所以很感動 彩排 我跟妳講 彩排陳世亞真的唱得很難聽 大家一定要聽一次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播出來 陳世亞彩排真的唱得很難聽 我笑得很開心欸 還沒人在微笑 還沒人在微笑 這個櫻花很快可以 我要 我雙開 我一直在等 他知道我在偷笑他 他知道我在偷笑他 很好笑欸 查爾安真的是 查爾安真的是 從頭到尾都哭得很醜 她真的從頭到尾都哭得很醜 還好陳世亞擋住她 查爾安說我笑得很開心 我說我彩排的時候笑得很開心 尤其是大家哭得很慘的時候 其實我用智合 冒智合還是有感動的 在那個前面的那個短片的時候 那個短片要趁現在出來講話 但是彩白的時候他沒有出來講話 所以彩白的時候就是前面有一個影片 然後那個影片其實蠻感動的 然後我就這樣忍住這樣 彩白的時候是第一次看啊 彩白的時候就是忍住這樣 但是我旁邊就看到李嘉莉在上面哭這樣子 昨天有哭嗎? 昨天沒有耶 都是 都是這樣 然後忍住 我沒被他感染喔 通常因為 旁邊的人哭的都不是很好看 就是他們都哭得很醜 所以我就會覺得很好笑 就會沒有想要哭的 沒有想要哭的感覺 晚上好悠悠悠悠悠悠 不想哭反而會想笑 真的很想 真的很想笑 變那個紫花 喔那個紫花真的是怎麼說 因為 我們彩排的時候他有跟我們說會噴那個CO2 就是那個氣 他會噴那個氣 他有跟我們說這個是大概 在勇往之前什麼的 閃亮的幸運什麼 夢之路 還是TTP 他就說他那一些歌的時候 某些地方他會噴那個CO2 他說他會噴 然後我們就說好 然後他說你們就小心不要被嚇到 然後他就有先測試 但是噴紫花這件事其實有說 沒有特別說就是會噴紫花 他們沒有特別跟我們講說夢之河會噴紫花 我們就一直以為其實只有那個CO2那個地方 但是仔細來說 因為我有問在正式開始前之後 在正式開始前 我就問那個工作人員說 那個就是我在確認一下說 請問哪一首歌會噴那個CO2 就是我已經忘記是哪一首歌會噴CO2 然後我就問 然後他就開始看那個表上有沒有寫 然後他就說沒有寫 但是他有寫說 什麼哪個地方會噴紫花 然後我就想說什麼地方會噴紫花 我沒有去詳細的問說 什麼時候會噴紫花 所以 所以 我不知道是夢之河 然後 直到他噴出來的時候 我才知道 原來是這邊噴 但是就是會嚇到 而且我 那時候不是大家都走到那個延伸台 然後 在程式上唱之前 他有一個很安靜的音樂 登登登登 然後他才會唱 然後 然後那一段很安靜的那個時候 突然 就是 就會聽到那個台下可能有粉絲在哭 然後他們就這樣 然後就很想笑 然後就很想笑 然後就突然就是噴紫花 然後想說 會不會太突然 是呀 抖了很大一下 因為 因為他沒有跟我們說 哪個地方噴紫花 所以我們其實只 基本上只有CO2的時候 有 做好心理準備 我們這裡 反正就是大家 那個太安靜的時候會聽到 然後別人在吸鼻涕的聲音 下的後夜季 你應該去官網找 或是 粉絲專頁 應該他會說後夜季 在哪裡看 可是後夜季要購買 如果你現在購買 就 你前面那 二十分鐘你就沒有看到 前排的看不到 對前排的看不到 眼淚都縮回去 因為真的沒有人知道那個 要 會 會那個 有回放沒關係 有回放沒關係 有回放 哭到一半的時候 就是 感覺好像不應該那個時候噴嗎 應該是說這首歌太 怎麼說 就是比較慢 比較情緒 需要情緒的歌 然後突然噴了紫花 好像有點就是 就是 應該說噴紫花的那個聲音會嚇到 所以 他要找一個好的時機 只是他就是找在一個 城下開始唱之前的時機 然後大家就 大家 重點是大家還不知道 就是 他有 他有寫 他可能有寫 只是沒有人去看 就是去 發現說 那個時候要噴紫花 台上也被打斷 對 可能他們以為我們知道吧 可能他們以為我們知道吧 ENDING要被送走的時候 恩 Uncle三鎖感覺都不適合激烈的紫花 感覺都不適合激烈的紫花 就沒有想到他那麼激烈 想讓大家稍微停一下別哭 想讓大家稍微停一下別哭 沒這麼大聲 這次的蠻震撼的 為什麼啊 還是因為上次噴的地方 不是在舞台前沿 就可能是 上面 從上面往下噴 是嗎 我不知道欸 是從哪裡噴出來 下到成員唱歌都斷一下 因為 就是離花 離那個延伸台比較近的人 就會 聽到那個聲音會比較大聲 因為這次大家都很大 乾面也噴超高 可能這次在ZAP這個設備 它比較新 所以它那個力道比較強 力道比較強 噴得比較遠 比較大聲 你哭你也嚇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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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衣服破掉 哈哈哈哈 他把SSKR的衣服穿破了 拆牌的那一天 他轉過來我就說 誒陳詩人 你背後破掉 破洞 然後 經紀人覺得就很驚訝 說什麼什麼哪裡破洞 哪裡破洞 我說他背後破了一個很大一個洞 哈哈哈哈 怎麼會穿破不是量身頂子嗎 其實那件衣服因為 就是說SSKR那一套衣服其實說來話長 他本來一開始是劉曉青 他說 他至高分有說他要做SSKR的衣服 但實際 他就是去買了一件衣服 然後來改造這樣子 然後就畫了設計圖什麼的 然後要做 然後其實 五月的時候 有大概做一下 然後五月的時候 後來延期了 然後 他就 他就沒有在 沒有在做 然後陳詩亞就 陳詩亞有這樣跟他說 你不用這麼趕 你就先 可以慢慢做這樣子 然後 然後 料金就還沒有開始做 然後他可能到六月 快七月的時候 開始做 然後就會 做到後面 因為試 試衣服的時候 就會發現其實有一些問題 就是那個衣服的部分 比如說 例如下面的布啊 那個 紅色漸層藍色 黃色 粉紅色 那個布 說 嗯 說 我覺得應該 就是 他本來只有前緣 兩片 有顏色 然後他後面那一圈 他沒有用 然後我就 我就說我覺得 整片都要有比較好 然後 就改善這個地方 然後加上 扣子 他本來是扣子式的 然後就 因為扣子就可能會 中間會 凸起來 會看到裡面 所以就後來 這個地方也改善 就是 在 演唱會的前 兩個禮拜左右 就去改了拉鍊吧 中間這個 扣子的地方改成 拉鍊式的 然後 蝴蝶姐這個也是 就是 他 他本來做 然後我們就說 那個蝴蝶姐 不太好看 說 要不要換一個材質 或是 大小 粗膝要不要換一下 然後那個 上面的那個愛心 不是有四個 四個愛心 然後上面有貼 鑽 那個也是 工作人員姊姊 就是 一顆一顆貼上去 然後他就用那個 UV燈這樣照 然後他就 有一個姊姊他就負責幫我們做那個 貼 鑽的那個東西 然後 因為後面 因為其實 劉小琴 他很想做 但是他 他不知道 有些地方要怎麼做 所以他其實弄了很久 再加上 那件洋裝 就是 他那時候買的時候 洋裝的版型 基本上 不是很合身 就是他看起來會很胖 所以 我們試穿的時候 就一直說 可不可以再瘦一點 就看起來比較有腰身一點 不然就是 每個人看起來很腫 然後沒有 沒有腰這樣子 然後再加上 因為他的 腋下 怎麼說 那個這邊的布 他就是 很寬 這樣子 他就是沒有這樣貼著的 布 所以你舉起來的時候 這邊會卡住 因為他這邊 設計 他設計就 不好 所以沒有辦法舉起來 所以那個時候就 那個 應該也是 剩下兩個禮拜的時候 一直在想 那個 要怎麼樣才有辦法收 舉起來 然後又可以看起來瘦一點 因為 如果瘦一點就是 畢竟這邊要收起來 但這邊收起來 這邊就舉不起來 因為他是長袖 長袖就是 這邊都會牽制住 所以 一個扯 他就沒有辦法舉起來 所以長袖很麻煩 所以我們那時候 還有說過 還是我們就把那個袖子 砍掉 就直接砍掉 這樣子 就不會有舉不起來的問題 但是就說 不要大改 會比較好 因為 如果要大改的話 可能會來不及 尤其是因為我們 剩下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 如果要大改的話 就是所有東西 都要重來變 可能 審核要重來變 就是大家的 大家要重新確認 變說 這一套衣服 可不可以穿 然後就感覺 就想說很麻煩 所以我們就沒有改 然後再加上那個 所以那個腰 本來也是沒有鬆緊 然後後來也是最後 最後一個禮拜的時候 可能剩下三四天的時候 那個 我們工作人員姐姐就是 在幫我們搶救我們的衣服 因為我們的衣服真的是 因為劉小琴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幾乎後面全部 剩下那兩個禮拜幾乎都是 工作人員姐姐在弄 所以我們就很感謝 很感謝她 她說 她說 還說 就是 還好她有弄完 然後她說 爆乾 爆乾SSKR 裝 衣服這樣 對她弄了 她弄了很久 因為她四套 然後基本上 只有顯迪奇的 就是 我們覺得她是最合身的 就是我們覺得她的 那個腰身是最 最符合的 所以 她基本上 她沒有 大 動到顯迪奇的衣服 所以她就等於 她要做三套 然後 在最後一兩個禮拜的時候 她要弄完那三套 所以 所以我 還在 彩排的前一天 我還去試了一次 因為就是怕 可能 哪個地方不行 所以就又試了一次 然後 因為 就是 我們很在意的是那個腰身 那個洋裝的腰身 因為她真的沒有腰身 然後 然後 她其實偏短 所以 所以就是 要嘛就是 伸起來會不會太短 要嘛就是她看起來太顯胖 所以 就是我們就一直說 要不要收一點 把那個腰這樣 收一點 然後縫起來 所以她就是縫起來了 所以 太合 太合 然後 可能就是跳 跳的地方 因為我們舉手就會上去 所以就會 就可能扯到就會破掉 因為那件衣服 其實成本 就是 不高 所以 所以陳希亞彩排的時候 她後面破了一個很大的洞 我不知道她後面怎麼搶救了 應該就是經紀人姊姊在後台封吧 我一直看到經紀人姊姊在後台 拿著那個針線 針線盒 針線盒 在封那個衣服 因為東破西破的 那個 哪裡都可以破 彩排會穿 彩排會穿 試試看看 彩排會穿 有一部分是因為 確認一下衣服有沒有問題 再加上換裝 有沒有辦法來得及 來得及的話 就 就可以知道 喔這裡來得及換 但來不及的話 可能就是正式的時候 就要注意一下 就是可能要趕一點 不然的話 就是彩排的時候 來不及 正式就是要小心 不然她就會 上不了台 其實修補 萬能的姊姊 就是那個 有一個工作人的姊姊就說 是不是進來我們工作 公司是 一定要會增線火 哈哈 一定要會增線火 萬能的姊姊 這種扣子 都會是拉鍊子 因為 就是怕會 可能扣子會爆掉 然後可能那個 扣子跟扣子中間的縫 會看到裡面 所以基本上 有扣子的衣服 我們都是做拉鍊的 但是唯一例外可能是 那個 藍白格子 那個 他們穿 跳Only Today的那一套 但是應該是唯一一個例外 要一顆一顆扣子慢慢扣的衣服 然後那一套 其實 比較困擾的是 他們的肩帶 那個很容易會滑下來 所以 那也是蠻麻煩的 小蘭 小蘭 會增線火加分 那不是醍醐味嗎 會做衣服再加分 他們現在就在唇聊天耶 沒有在看表演 原來 看起來很像 很像聚餐在聊天 放MINE的部分 小蘭也可以搭配五單一裝 其實蠻搭的耶 我們那個 彩排的時候看那個後台的螢幕 我們說 其實這兩套好像蠻搭的 所以那個色系完全是一樣 沒有影片嗎 對啊他們剛剛就只放了那個精華 然後就想說 喔 不放影片了 他們要這樣 他們要這樣講一個小時又40分鐘 那你要看後夜還是要看淋衣吐槽 你們不是都雙開嗎 聽他講新的 聽他講新的 難怪他需要四個朋友 不然他一個人沒辦法聊天 他不知道要跟誰聊天 他不知道要跟誰聊天 沒雙開啊 這樣五單也可以更多人一起上 什麼意思 五單 喔你說衣服嗎 只看我講的影片太少 只看我講的影片太少 還真的很想像這樣 他們 他們 他們現在就缺 那個桌上有沒有失誤這樣子 他們現在就缺 桌上有沒有失誤這樣子 晚點補回放 謝謝法蘭森的啾啾女巫 他們缺個吐槽而已 那個秋平安 秋平安 也要幫忙他們點外什麼 沒有關係 聽說昨天就是 結束的時候 因為我們不是拍照拍很久嗎 真的是拍太久了 不知道為什麼一直 姐姐一直說照片不行要重拍 我們都一直很希望他可以 講出那個戰犯是誰 我們要請他注意一點 請他把眼睛睜開 但是他們就是死不講 死不講到底誰不行 所以終究我們不知道那個戰犯是誰 反正就是 大概是 連閉眼都可以拍三張照片 我就覺得不知道是誰的問題 嗯 最後拍照時間跟表演時間差不多 對啊 陳世亞就一直說我們 拍照時間已經快比表演時間還長了 很多人都會閉眼 我說 啊就睡覺了為什麼有辦法重拍 我就不是很懂 我就不是很懂 我都很想跟姐姐說 姐姐你要不要就是閉眼醜的人 你就讓他醜 就讓他過了啦 戰犯 謝謝劍谷的星辰 都有講誰沒睜眼嗎 他沒有講 他都不講 姐姐沒看到誰被擋住 我們最後幾點太重 我們大概 十一點 十一點多離開 ZAP 因為後面其實 因為 本來啦 本來 呃 拍完照應該說 陳世亞說他想要去舞台上拍照 但重點是 拍完照的時候舞台已經拆完了 哈哈 我下面的舞台全部都拆完了 那個花道都拆完了 燈都拆完了 只剩下螢幕 只剩下螢幕 跟那個舞台燈可以直接打 其他東西能拆的他都拆完了 然後 陳世亞就一直坐在那個公 坐在那個二樓 然後一直說 蛤 蛤 不能去舞台拍照了 因為我就跟他說 欸 你的花道都拆掉了 你要拍照嗎 你能拍照嗎 他說對耶 都拆掉了耶 然後他才跟那個 經紀姐姐講說 欸 下面都拆掉 那他是不是不能拍照 然後姐姐可能看了就想說 欸 對耶 怎麼都拆掉了 然後就是 就都沒有 就沒有辦法拍到那個 延伸台的部分 因為他就是都拆掉 嗯 這次 斯亞有舞台投射燈照 嗯 本來想說他要坐在延伸舞台尾拍照 嗯 就是 對 那你們很認真在拍照耶 不然施工聲音很大 就是我們一直在拍照啦 就是我們在拍照的時候 台下一直在那個 嘚嘚嘚嘚嘚嘚 GoGoGo 嘚嘚嘚嘚嘚嘚 就一直在拆舞台這樣 突然有影響 再放成一個Message 不知道怎麼會一直一直聽到有人在笑 就在影片裡面明明就沒有人在笑 一直在笑 工程主也想早點下班 我出現了對我剛剛出現 我們看靈性看吃雅看靈性 你的旁白什麼時候錄的 我的旁白什麼時候錄的 忘記了 某一天 某一天錄的 忘記了 在公司錄的 他有說旁白照你的原因是什麼 沒有啊 而且我還拒絕了一次 請問我要拒絕多少陳世雅的事情 其實我拒絕了一次 我跟姊姊說可以找別人嗎 我說我沒有 我的聲音沒有比較好聽 我講話沒有比較清楚 為什麼要找我 說你可以找蔡雅恩之類的啊 蔡雅恩 劉華好琴之類的啊 感覺他們就很適合配旁白 然後我就不知道為什麼我姊姊就說 可是他們還是要擬錄 我說為什麼要這樣 比較小聲 哈哈哈哈 嗯 明明不適合吧 他就很有那種朗讀故事的感覺 因為他那個不是故事書嗎 然後說什麼 從前從前有個女孩叫做陳詩雅 這樣子 他不是要念故事嗎 就感覺很適合那種念故事的人講話 嗯 他為什麼要播到一半要突然放大畫面 我就是想看大畫面 因為我看不到畫面 呵呵呵 大王度比賽 順 因為我的故事比較像窗邊故事嗎 可是比較 我的聲音有種 怎麼說霧霧的 我不知道我 我聽啊 因為 我自己錄出來的聲音跟我平常講話 我覺得不太一樣 所以我就覺得 播出來的感覺就是 有種霧霧的 呼呼 呼呼 終於放大了 對 全部旁白都是你講的 呃 全部旁白都是我講的 除了陳詩雅前面那個 他自己講 他自己講 基本上那個翻故事書的那個地方都是我講 那天咋辦問題 不是欸 應該是我自己聽不習慣 所以我就覺得 有一種 呼呼的感覺 我自己是覺得沒有念得很好啊 我自己是覺得很奇怪 就是那個停頓的點什麼的 我就覺得很好笑 自己錄出來的都覺得很怪 對 自己聽自己的聲音 對 都蠻緊 蠻緊的 床邊故事 我記得我那時候講什麼 什麼 重新重新有個女孩叫做城市啊 然後什麼 然後什麼 什麼什麼的女孩 她的未來現在才要開始 這樣子 就是 她沒有 異陽頓挫 我就說要那個異陽頓挫 你就要去找 蔡兒呢 從前從前 她會很有那個 她感覺會很有感覺 她感覺很適合朗讀 她感覺很像朗讀 朗讀選手 你知道 劉曉琴感覺 也可以錄啊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說 你可以找蔡蘭或是劉曉琴啊 感覺 她們應該蠻適合講 念很多次嗎 也沒有到唸很多次 唸很多次的原因是 因為在公司錄的 因為公司樓上 就有時候很像在施工 然後她會一直這樣 咚咚咚咚咚咚 然後就錄到一半會有咚咚咚咚的 所以大家就會這樣 再來一次 然後 等待她安靜的時候 錄 然後錄 然後錄到一半她可能又咚咚咚 然後就要再重新錄一次 現在要看什麼 現在山寫可以抽這個嗎 抽什麼 Yuzuka 正好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在那個 那個 延伸台旁邊的那個出口 我們看不到畫面 我只聽得到聲音 而且我記得 因為是uncle還是什麼 然後 他 不讓我們站在休息室外面 他說不要再看了 不要再看了 我等一下回去公司 把我 影片傳給你們 你們先去準備 先去準備 不要再站在這裡看的 他不讓我們站在那邊看 他叫我們去準備 然後明明影片還有很久 他就是不讓我們站在那邊看 那我知道逗女神穿你的聖誕題嗎 我有耳聞說 就是她會穿我的聖誕題 但我不知道她會講什麼 祝斯亞生日快樂 所以沒有先看到 嗯 我有 我有聽到 因為 在等 就是等出去的時候 我有聽到 但是我看不到畫面 因為畫面 螢幕前面塞了超多人 所以 我看不到畫面 但是我有聽到聲音 他說 是呀我愛你 那一集我愛你 這樣子 就有聽到 謝謝 炎炎的小幸運鈴鐺 其實那個 後面那個祝賀影片 祝賀陳斯亞畢業的影片 因為我看不到螢幕 但是 就是聽聲音 其實 Takesi桑出現就是蠻感動的 又不是陳斯亞 就是 單 單純是聽到 Takesi桑 蘇世君最大咖 就是逗女生 對啊她還在穿我十九歲的聖誕題 我二十歲已經 過了半年 她還沒有說到我的聖誕題 這舞台昨天看的影片 一直有聽到幾乎什麼 因為 他們真的很吵 他們真的是無法 他們不受控 他們講話超大聲的 他們在笑什麼的都超大聲的 我想說 欸 你們那個布後面就是粉絲 但是他們就是很開心 笑得很開心 接到哪去 真的講很多 他還在想真的是 我會一直看到他這樣 講到一半然後這樣 突然換一個 就是有那個 咔掉咔掉咔掉的感覺 所以我好想他到底講了多長 其實我們蠻想見到他 因為他真的講半小時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真的講到半小時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真的講到半小時 聽到他講那個笨手笨腳 真的很好笑欸 我發現你們台下都有笑 你們也是 很壞 聽到他講那個笨手笨腳 就在喝水 那不是水 啊 新人茶 他現在在日本嗎 我不知道欸 可能在日本吧 可能他就是錄很長 然後給那個影片 影像部件 沒有離別哀傷的感覺 但祝賀影片本來就不要太哀傷吧 哈哈哈哈 他以為他穿上背心後會出現在舞台 影像部這樣要看很久的素材啊 如果大家都記那個 十到三十分鐘的 大家就會沒有辦法 可能開門就到現場 對啊 差點以為他要出現了 對啊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看到Tagget上 但我這次因為後台 我有看到那個王欣 我真的是超久沒有見到 超久沒有見到他 不知道要有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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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離開位置就很像要出現了 呵呵 哈哈 中間如果有個門感覺會更好 但那個也是要搭舞台嗎 沒來台灣嗎 他沒有出現 下一首歌 是迷人的危險才會是 演唱會頂點嗎 秋葉原劇場 比較新的粉絲都不認識 不認識的四首 現在演演的比個心 謝謝樹之家的啾啾你喔 雖然跟王欣很常見面 雖然比較會經濟人氣關係 應該說他們就是比較 年紀相逢 比較常一起出去玩 因為我以前本來就 比起他們那一圈我比較常 跟國欣跟就是 張宇林混在一起 就因為我們年紀比較小 所以陳世雅他們就會 可能跟王欣他們 比較常一起出去 所以我以前其實沒有什麼 跟他們講到話 台演的時候 那時候算台演嗎 姐姐們 雙指心 雙指心的照片是我拍的 硬要說一下 竟然要看孟之恆的MV耶 什麼不給胖啊 而且我也沒看過啊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現在又看不到 現在又看不到 要等周三晚上才會看到 只能看反應好狠的 對 你就慢慢等youtube就好 對 為什麼零結現在 選拼 選拔誰人都有 參與錄製 還是只有試愛一個人拍 就是選拔 孟之恶選拔 啊不是不要給我們看 他為什麼切小畫面 這麼自由的嗎 別說可以就可以啊 不行他就不會放他進來了 他完全擋住了耶 什麼都看不到 隨時可以亂入的來賓 隨時可以亂入的來賓 為了補他掃 Amy掃拍的部分 這是什麼影片 這是 傑欣跟王一嘉 準備的 送給那個 陳思雅的影片 那麼暖喔 對 他們寫 寫去 然後錄音 錄音 那個 林傑欣那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 錄音師 混音師 混音師 他自己說他自己美 大家要注意這個地方是那個 沒有一鏡到底 這個地方是一鏡到底 你最可愛的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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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Ending 哈哈 就不用練也不會NG 就不用練也不會NG 沒後夜季Gas浮到 不會啦 應該之後會放出來 對 這就是那個 前陣子那個 王一嘉跟 林傑欣常常混在一起 然後到很晚 然後一直在慫眼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一直在錄音 他們一直在 就是找成員去公司錄音 最後一鏡到底是不是 最近彩排 應該 忘記了 應該也是 拍MV的 SPEED演唱會的前一兩個禮拜吧 我記得是彩排的前 中彩 在舞蹈教是中彩的前幾天 蔡亞恩爆哭已經不是一件什麼值得稀奇的事情 已經沒有什麼那個驚喜感 而且那天真的是 因為我們是 總彩 就是城下畢演唱會的總彩 然後我們提早 可能我們是 應該要11點才拍 還是 還是幾點 我們就是 9點半是什麼集合 然後拍那個 最後的那個拿 拍子的影片 然後 然後 因為我們拍完 就大概10點多 我們就其實離11點還有一個小時 所以大家就是很想睡覺 然後 然後 到城下來的時候 因為 大家因為太早期 所以很多人都躺在舞蹈教室的地板 然後 大家都死在地板 然後 因為 基本上 就是 來 來舞蹈教室的時候 嗯 早上起來 可能就會發現舞蹈教室其實沒有什麼人 然後他可能就坐在 舞蹈教室的邊邊這樣 就坐在旁邊休息 花手機 吃早餐之類的 但是那一天就是 城下進來的時候 他就會發現大家都躺在地上 看歌詞喔 一開始就出現 對 一開始就出現 真的很用心 這詩雅完全不知道嗎 呃 我 我聽說 因為我有問姊姊說 請問這件事情 陳詩雅知道嗎 然後他們說 陳詩雅知道 陳詩雅知道 這件事情 但是他不知道 歌是什麼 他不知道歌名是什麼 他不知道歌詞是什麼 他不知道歌詞是什麼 他知道有一首歌 但是他不知道那個 歌 怎麼唱 但他知不知道有影片 我不知道 應該 不知道欸 應該不知道有影片吧 這其實是那個欸 為大家介紹我們公司的那個 內部構造 影片 嗯 歌是這些 應該是成 應該是臨結 臨結 新鮮 衣服顏色選過嗎 呃 他 群組那時候是說 就是藍色或是綠色 盡量以藍色 以綠色為主 但是因為大家幾乎都只有藍色 所以綠色基本上沒有幾個人 呃 我其實有綠色的衣服 但我不穿就是覺得 因為大家不會穿綠色 我就沒有穿什麼綠色 哈哈哈哈 公司的內部最長均勻 不然塞不進你們全人 其實公司沒有整個走完 就是在裡面才是 就是我們的那個辦公室 就是我們只有走到一半 因為我們那個辦公室其實 全員走不過去 哈哈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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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 不知道 無 Berg 既然要關 fasting 好 才悶 第三者 我覺得 多種 台ắng 和 然後我說可以不用幫我就是排太多怕 因為我怕就是我可以唱副歌這樣子 然後他就第一句是我們 我跟劉亞晴賢迪奇跟邱平安唱 然後那個其實很低 然後就說我沒有自信我會唱得好 我說我沒有自信我會唱得好 他說沒關係沒關係 那時候很有趣嗎 其實蠻有趣的啊 因為林潔心跟王一嘉就會在旁邊說 很棒很棒 喔很棒耶 你們唱得很好 就是他們會一直在旁邊說 喔很棒 可以再有一點那個什麼什麼 力度 要這樣這樣往前 就是要用力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好喔好 然後他就再錄一次 然後錄然後說很棒 他們就一直這樣 什麼什麼 他們就一直在旁邊擠那個稱讚 所以是這麵不irt的 那個臉 Meng 放進六單TVD thermal聽說話 有些臉寫信 Air是菊姆的到四種 然後我們要唱 然後我們就覺得 就是因為林傑星會有種饒舌 饒舌的感覺 所以我就想說 有辦法嗎 就是沒有那個FU你知道嗎 而且他聲音超低 然後就說 我一直在家裡這樣 第一句歌詞是什麼 我忘記了 往下個目標的列車就即將起到 他的那個 往下 往下個目標的列車 就即將起動 夕陽照射著傳托刀 迎著你的臉孔 我真的是沒有辦法 我那時候練習的時候 我沒有自信我有辦法唱到前面那個字 因為聽林傑星 導唱真的是很低很低 然後我想說 唱得了嗎 我大概就覺得副歌會比較輕鬆 謝謝 現在演的長壽幅 妳的請問 那樣 有興趣的人 讓我 失去了 敘者 到底我想管 我們去拍MV的那一天,大家瘋狂PO現實動態 說我們在四四南村喔 我們在台北小巨蛋喔 然後SSK啦 就是邱平函 然後劉曉晴、賢基基 一起去了台北小巨蛋 就是那個現實動態 我們完全沒有發現 城市下可能會想說 為什麼我們會聚在一起 突然要叫城市下買水,超莫名其妙的 怕被抓包 他們說Vina Vina如果遲到就沒有問題 城市下是會提早到 因為他會先去那邊吃早餐 或是先去那邊休息 就是 我的話也是這樣子 就是 早上練習的話我會提早到 因為就是 因為很熱,所以我不希望就是很趕 然後這樣奔跑在路上 然後到舞蹈教室很累很累 然後突然 就要馬上開始練習 就會覺得很累 所以我 比起就是壓線道 我會選擇那個 提早出門 然後提早到那邊 都沒有人 然後坐在那邊 耍廢滑手機 我也開心 這樣子 所以很常 就可能會遇到城市下 然後他可能就在旁邊吃茶葉蛋 這樣子 然後就在旁邊滑手機 或是 再睡一下下 這樣子 平常吃到的那幾個比較可以 就滿可以的啊 而且重點是 重點是 重點是大家也沒有在場 就是大家都躺在地上 就是 因為 因為拍完之後 就有些人可能去買早餐吃 然後有些人就是 坐在舞蹈教室裡面休息 然後就會發現很多人就是 因為很累大家躺在地板上睡覺 所以那一眼就可以覺得 喔 跟平常的練習不太一樣 再加上 基本上就是 但是大家都是畫圈狀 臭猴組厲害啊 而且他其實這整個 整個MV他都是用手機拍的 那一鏡到底他也是用手機拍的 我們的設備只有手機 7月14日 不是有GoPro 基本上都是用手機拍的 應該有用穩定器吧 嗯 一鏡到底的時候 我看他好像是這樣子 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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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像是這樣子 小巨蛋也是啊 他就是把手機放在地上 這樣 這樣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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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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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麼會放地上太明顯 什麼太明顯 太明顯的部分是哪個地方 那邊還是帕斯亞帕斯 但是又要掀起來 大廠 你還要講 就是不要聽到了 這 忘記盒 什麼準備時間 那邊是 可能 可能 可能大家去敲完會不會放Youtube 他們真的要看孟姿的MV 這個後夜季你要死掉了 為什麼 這個現在看不到 其實在船長怎樣 我們那個場地好像在台南 我們好像去台南拍的 為什麼我一直聽到笑聲 到底是哪裡來的笑聲 公司嗎 公司外面的笑聲 我的臍 啊 我去台南拍對我記得很遠 很遠很遠 這個美情報 真的假的 TV一位喜歡台南 真的嗎 沒有要給你們看一點 對他們有要讓你們看 你可以聽到陳芝加的錄音 你們完全沒有辦法理解他們現在好看的點的奶 純粹reaction 大概只有小小的 完全不能理解 展開了探索 有未知的遼闊 但是他義無反顧的諾 然後這邊是劉雨晴跟李嘉莉的聲音 是諾 諾 我記得是諾 居然是笑點這麼多的MV嗎 應該是沒有笑點 應該是沒有笑點吧 因為那個我記得那時候拍的時候他們一直跟我說你們笑得太開心了 你們要再難過一點 然後我就全程我臭臉 我全程臭臉 因為我想說他就是要難過的感覺 但是我 我覺得我微笑 他們覺得我笑得太開心 所以我就全程這樣 我能多臭我就多臭 因為我沒辦法不臭啊 臭臉才會像難過的臉 因為 因為我 這邊上去之後就看起來很像在笑 所以我連微笑都不能 就很難不笑 很困難耶 試著笑著哭啊 反正就是說他 我其實我其實基本上我只有這樣 但他可能就覺得我笑得太開心 然後就這樣 用到後面就是這樣 副歌的時候我都是 能 嘴巴能不上去 我就不上去 我就這樣 這樣子唱 就全片靈異這件事 好厭世 這段好像很精彩喔 就是 因為 大家都知道那個 某某跟旁邊的情緒 因為他根本不知道我們那天怎麼拍的 所以他不知道怎麼樣 但是就是 大家應該都知道那個蘇聖導演很會用特效 就是他很會 弄一些神奇的特效 比如說他會把 因為喜歡你的草皮變成綠色的 然後 把那個 一秒一秒越好的 那個泡泡變出來 或是 嗚吼嗚吼吼的時候 會釣到一隻很大的 魚這樣子 就是他會有一些很神奇的特效 所以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這是 孟之河的特效 他連樹都長出來的好猛 哈哈 噗了嗎 其實大家 蠻多人哭的耶 其實大家 我幫 我忍住了 我很棒 而且蠻多人哭的耶 而且他們很厲害 就是 就是 就可能最後一幕那個 那個場景 然後他就一直 一直重拍 可能他想要 從這邊拍 從這邊拍 從前面拍 從後面拍 他可能拍到四個角度 或是這樣移動的角度 他會拍很多次 然後就是一直重複 然後程翔走路的那個 那一段 那一段歌詞 然後他就會一直咖 然後一直說 然後開始 然後程翔就會一直走 然後我們大概就是 站在旁邊看 然後站在旁邊看 然後就是 因為其他人可能感動 然後去哭嘛 哭就 我就覺得還好 但是每一看他們都哭得出來 我就覺得很厲害 我就覺得很厲害 嗯 就是幾乎是 一直在哭耶 情緒沒到位嗎 應該說到那個時候 我已經就是 基本上我就是覺得 程翔的背影看起來 很 很有趣 哈哈哈哈哈哈 其實大家看他背影 看他走出去 然後我就是 我就是 就是我 我的腦袋裡面的東西 跟大家不太一樣 大家可能就會想說 啊程翔真的要 走遠了 程翔真的要離我們而去 程翔真的要離我們而去 程翔真的就是這樣要走 然後他就不會回頭了 大家可能基本上 腦袋是這個想法 或者程翔已經不是 已經不是我們的隊長 程翔他以後要去更遠的地方 要去 不再提皮 可能大家的腦海裡是這樣子 然後 我的腦海裡就是 程翔會走到哪裡呢 程翔會不會走到那個河裡面呢 程翔會 就是 他要一直這樣往前面走到哪裡去呢 程翔會不會等一下 他是不是現在在放空 就是我的腦海裡 就是在想 他現在在想什麼 他現在要走去哪裡 因為導演不喊咖 他就要一直往前走 我就一直期待他會走到哪裡 就是他如果一直往前走 我就想說 喔他現在在走到那個 沒有屋頂的地方 要淋雨 那他一直走一直走 我就想說 嗯他一直往前走 再往前走 就會下去河裡面囉 我就想說 巴掩怎麼還沒咖呢 然後我就一直在看著他背 一直看著他背 然後就會看到前面的人 一直在哭 實際的一直走就會走進何裡 對 因為導演是說 就是你就一直往前走 然後大家就是目送他一直往前走 然後我就是一直目送他 而且因為一開始加上他 走路很歪 就是他會這樣 然後導演就說 往左一點往左一點 然後就是很想想 就是他走很歪 然後就是很想想 走歪了 往左一點 往左一點 右邊一點 然後往直走 直直走 直走停在那邊 停在那邊 然後就是導演會一直說 對 或者會把路線繳著 前面應該要幫他設個標記 他其實地板上 就是直直走啊 應該還好吧 左邊要好好走 左邊要好好走 對 往左一點還能哭出來也很厲害 就是很厲害 就是菜揚之類的 菜揚李嘉莉就是固定會哭的人 問誰畢業李嘉莉不會跟 這人根本水球吧 他們真的很厲害 而且昨天那個 陳佳最後不是說 就是王一嘉說 希望他再喊一次 A-K-A-M-O-D-T-E-M-T-B 其實有點感動 就是他說 大家好我們是 然後幫忙 其實很平衡 就是你們咱了 最後一次他要喊 itié 大家好我們是 然後 旁邊 就是聽到 就是很明顯 我會聽到菜揚 tie 拍到 ank 04 A- также 然後我想說 太難聽了吧 那我就會想說 很好笑 完全沒有那個感覺 那瞬間就是 覺得很好笑 而且我不知道是哪一次 然後我就有聽到他喊大家好的時候 有個人這樣 然後他停住了 就是我覺得覺得很好笑 差點跟著他就跟著 陳世亞一起喊大家好我們 大家聽是不是覺得蠻有意義 你很容易出戲耶 容易一點好嗎 可是我就很在意嘛 我就很希望那個整個會 就是整個是 但是你以為哭是會傳染 我覺得哭是會傳染 但是哭得太誇張會讓我有反效果 你知道嗎 孟治爾說你有哭嗎 我沒有哭啊 我不就說因為旁邊的人 因為CBDC的太大聲 然後我就很想笑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 啊他怎麼哭這麼慘 我就會 心裡OS就會想說 那他怎麼哭這麼慘這樣 咦彩排有哭嗎 沒有啊 我就是整場我就忍住了 而且我基本上哭的 哭的地方 想哭的地方都不是 就是 陳世雅在的時候 就比如說我通常都是VCR的時候想哭 VCR的時候想哭 通常就是看影片的時候想哭 不然就是普通的 NC之類的 情緒很容易中斷 或是我看台演的時候想哭 這樣子 基本上 通常都不是看到陳世雅 一直被趕不給看 你是看到世雅就會笑出來 我就是在彩排啊 我沒有帶入感情 被人聽笑出來 被人聽笑出來 有人就一直想 陳世雅真的是哭得很醜 而且我們真的唱得很難聽 彩排沒有噴子了 彩排沒有噴子了 彩排沒有噴子嗎 著妝踩它也沒有噴子嗎 它 都沒有噴 它就是正式的時候噴了 我笑得超開心 我笑得眼淚都流不下來 一直往左上看 你覺得低頭忍過 我是低頭忍小嗎 嚇得眼淚都流不下來 我笑得眼淚都流不下來 你覺得彩排那天是淋雨嗎 臉都是濕的 他 我忘記他說什麼 我記得他 前面是說 他前面其實是綁雙毛 就是他正式的時候那個髮型 他其實是有瀏海 但他到某個時候 他突然把瀏海梳上去了 我說你怎麼突然把瀏海梳上去 你為什麼突然這樣 然後他說 因為他剛剛噴髮膠 然後粉髮膠 就是全部都是白白的 就是 因為髮膠噴太多 瀏海會白白的 然後他可能就是說 他瀏海都白白的 所以他就把瀏海全部都綁上去 然後 他就變那樣 就是他後 後半場彩排的時候 他就變那樣子 他的瀏海基本上是不在 那我直播是拉遠 沒有拍到程式啊 嚇到倒抽一口氣的時候 笑到倒抽一口氣的時候 笑 怎麼會想哭 不知道耶 但其實 現在後夜季在什麼橋段 應該在尾聲了吧 應該就是問大家怎麼樣 有什麼感想 有什麼感想 不哭不行喔 不哭不行啊 李夢淳 不哭不行啊 我就是看他哭 我覺得很有趣 比如說VCR的時候 因為VCR的時候 李嘉玉哭得很慘 然後就突然可能劉雨晴就轉過去 然後就看到李夢淳在哭 然後接著就開始拿那個衛生紙 就是等一下就要唱孟之河好像是 然後 然後就是大家就是 旁邊的李嘉玉又在哭 這樣就是這樣 這樣他們就在擦眼淚 因為我就想說孟之河等一下要唱歌 我就想說就忍住 所以其實前面的影片我就這樣 但是我真的想哭我就會看地上 因為看地上就會 轉移注意力 轉移注意力就會忘記剛剛感動的點在哪裡 所以就是這樣 如果真的想哭的時候我就 先緩衝 我要緩衝 緩衝 好像 吸也要把它吸回去 對 吸也要把它吸回去 我在看到程師亞 我聽到你們剛剛說 我有沒有 哈哈 有沒有很純 有喔 我有感動我只是真的沒有哭好嗎 有喔 我有感動我只是真的沒有哭好嗎 被發現 有阿 我有跟姐說阿 我跟姐說 我要直播然後看他們演 你很堅持耶 而且因為 因為那個 最後UNCLE結束的時候 謝幕完之後不是放孟之河嗎 放孟之河嗎 然後程師亞就唱 然後 我就想說我們就先下場 然後讓她一個人站在舞台上 跟你們say goodbye 這樣子 然後我就要離開 然後全部的人都塞在那個布幕 然後就想說為什麼要擠在這邊 我下不去 我想說我想要下去 因為大家就是一直站在布幕旁邊 然後看她唱 看她唱 就是他們 而且他們也沒有進去 甚至沒有進去 他們只是站在舞台邊邊 就想說 呃 你們 要不要 剩她一個人 要不要留她一個人在舞台上就好 只是他們 也沒有在 回他們 就只是站在舞台邊邊 然後看她 看她聊 看她聊天 然後我就先下去 謝幕只河吃啊 那句老闆會不會罵我突然有什麼 因為 因為怎麼說 因為彩排的時候 那個 工作人員叫我們 就是 就是 最後的那個 孟姿河不要唱 但是因為你們叫她唱 所以她就唱了 所以她來說會不會被罵 因為 有被說 不要唱 就是最後的那個 不要 不要 不要唱 哈哈 但她唱了 但她沒有唱完 她就唱一下 而且我就是進後台 我就先進去 我大概就可能看到五碗鈴之類的 然後 什麼的 就是在後面 後面走台 就是真的有走下台 真的有走 下台的人 哈囉 林佳妮 就是因為我下台之後 怎麼說 我是說謝謝嗎 然後她就開始放夢之河 然後她就開始唱 然後大家就這樣揮揮 然後我想說揮 揮揮也不可能繞整場 因為我想說 因為就是 她是主角嘛 然後她也沒有繞整場 她就直接走去延伸她 我想說那我就不繞了 我就揮揮揮 我就揮揮揮 然後揮揮揮 然後揮揮揮 我就直接要下去 她在唱 然後我就 差不多 我就這樣揮揮 然後想說 差不多可以走了嗎 就是因為我想說 大家也沒有在揮 然後我想說 大家有要揮嗎 然後大家就沒有要揮 然後我就揮揮想說 好像也揮得差不多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就先下去 然後大家又沒有下去 我就想說 可以下去嗎 然後又好像可以下去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都藏在那個布幕後 然後要下不下 然後再看沈下長 然後想說 要下不下 那我就先下去 我就先下去了 那我下去之後 我就看到劉小琴 也是站在布幕的後面 然後 然後就是 劉小琴就是站在 布幕後面 然後她就是 她就是一臉 我忘記她什麼表情 她就是一臉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我就想說 幹嘛幹嘛幹嘛 怎麼了 然後 然後她就 要走回去又不走回去 我就說 她就說什麼 讓她唱 要唱嗎 要唱嗎 然後我想說 要唱什麼 然後她說 就是有的人就說 因為她不是開始唱 然後 就是那個主歌的地方 其實是我跟 弦力姐的PAP 然後 因為我走下來的時候 那個PAP剛要唱 然後 好像有人就說 要不要幫她唱 然後我想說 要唱什麼 然後我就沒有唱 然後我就下去 忘記劉小琴講了什麼 她好像就說 什麼 要唱嗎 要唱嗎 什麼的 然後 因為她也是已經下台了 然後我想說下台了就不要再走上去了 我就說 回去我們就回去 我們就走回去休息室 然後我就走回去休息室 然後就走回去休息室 我在後台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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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那一句的時候 我已經在後台了 就是我已經進去 我甚至不在布幕後面 然後我就回去看那個螢幕 我就這樣 嗨 陳思雅 跟那個螢幕跟她說 嗨 陳思雅 而且我進去休息室 我還想跟她拍照 結果我要拍的時候 她就已經下場 我說她會不會下得太快 我說我根本沒有跟她拍到照 不是應該強迫加班嗎 就是她不是應該要這樣 再C9一點嗎 她大概 第一個副歌 第二個主歌開始前 她就下去了 她甚至副歌都沒唱完 她就下去了 我想說 會不會太快 會不會太快 我要跟她拍照的時候 她已經 她已經那個勒 她已經下去了 她就怕被媽 可是 什麼唱歌的部分嗎 她也不要唱啊 她就是say hi就好啦 say goodbye這樣 say goodbye 你看 你看我拍這什麼照片 這是很 這是最後一刻 我趕在 因為你知道螢幕太亮 然後我怎麼拍都拍不到 然後就是螢幕太亮 我只 我只 我一直拍到那個經紀人姐姐 然後 然後我拍不到程式 你看經紀人姐姐 我拍不到程式 然後我就在調那個光 然後 等我調好的時候 她已經下去了 她就已經下去了 所以我只能拍到那個 很糊的那個 嘿 然後下去 然後就直接消失欸 然後我就想說 欸我沒有拍到程式 你可以不要這麼早下去 開發了 她說她在鏡裡的時候 我想要拍 但結果她鏡超快 然後她就走了 我想說 你可以 再久一點 我很想說 你可以再回去一下嗎 就是 再等我一下 現在轉位上的小雞蹦蹦 剛剛你們都問了什麼問題 她們沒辦法回答 她們沒辦法回答 你衝出去把她推上台 這會變成後台 staff的感覺 而且那個 整個結束之後 就是 後台就 SSKR的休息室 大量的湧入了 程式亞的嘉賓 然後我們就 我們就一直在合照 你知道嗎 一直在幫她拍合照 然後一直在聊天 然後聊超久 然後我就一直看到那個 我們休息室裡面的那個螢幕 一直照到那個 VIP席的各位 所以就是在想 然後就一直想說 她們為什麼一直還不擅長 為什麼她們一直不擅長 然後工作人員就說 她們要合照 我說 她們要合照 她們要站在那邊合照 她們 她們要上台合照嗎 她們說沒有啊 她們等一下會在二樓合照 我說 她們在等我們喔 我們就一直在後台拍照 她們一直在等我 她們就說 Sorry VIP 各位 我們就還在 程式亞還在拍照 你們就是 現在那個 延伸台旁邊 休息一下 你們等很久 我想說 擅長了 她怎麼一直不出去 我想說 我們拍超久 然後你們一直在裡面 我想說 怎麼散這麼久都沒有散走 因為我就想說 程式亞說 我等一下想要去舞台上拍照 我說 可是她們還沒擅長 她們擅長完 應該就可以去拍 結果你們一直沒有散掉 然後我想說 所以她 所以你們不擅長嗎 我就問姐姐說 所以你們不擅長 她才說你們是 要拍合照 所以你們還在幹嘛幹嘛這樣子 我想說 為什麼這麼久 大概過了20分鐘 你們都還在場內 而且是站著不動 你們沒有在移動 就是你們沒有在散場 你們就是站在那邊 然後我想說 為什麼 我就 我真的是問姐說 你們為什麼一直站在那個 就是她們為什麼一直站在那邊不動 他們騙我們說 你們要重新整理 喔 我們重新整理 應該是真的有重新整理 但是因為程式亞 就是一直在跟後台拍照 所以她基本上 她們也沒有拍到什麼照 然後後面才說 趕快趕快 我們要去跟那個 要去合照囉 這樣子 是不是忘記她們有合照 我們記得有合照拍 但是我們不知道幾點 所以我們就是一直在等 然後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也沒有在催 我就想說 到底是幾點要拍合照 因為我就覺得好像 我們在後台那邊 拍那個合照什麼 拍超久 然後想說 嗯 是已經結束嗎 合照是幾點要拍 但是沒有人 沒有人知道 你想要進去 可能又拖了一點 就是蠻多人 蠻多人都有進去 發作又真的錯過 木板車 因為真的很久很久很久 這很破 真的是弄很久欸 拍超久 然後就這樣結束了 我根本就是後半場 他們在講什麼 我根本沒有聽懂 因為就是太多人講話 然後再加上 我要跟你們聊天 我基本上我耳朵沒有在聽 所以沒吃慶功嗎 沒有啊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吃慶功 就只有另外可能 誰跟誰出去吃飯 誰跟誰去吃飯 但聽說就是 結束的時候就是 就是那個以前的 以前的那個工作人員姐姐 就是請大家吃那個炸雞 就是有的人有去吃 有的人沒有去吃 我沒有去吃那個炸雞 就是那個炸雞很香欸 我想說好香 好想去吃 但沒辦法 就是我們有去吃飯 我們有約去吃飯 結束到十點多也沒吃 先請偶對 我們在那個合照的時候 因為大家一直在等 等那個拍照 然後再加上一群人去上廁所 然後我們就開始在滑手機 然後那個滑手機的當下 就是一直在說 欸那個 我們還在合照 可能還會有點久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這個幾點幾點到 我們可能要再 就是 delay一點什麼的 我們就一直在那個 實況 可能要再晚一點 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結束 然後拍完 好不容易合照拍完之後 我說 可能 還沒有 因為程世亞還要去跟那個 就是 花欄拍照 然後他現在跟Daisy的人在拍照 他還沒換衣服 所以可能 再晚一點 可能要等到11點多 我們才會離開現場 然後就一直在幫 他們做那個 說 說還要多久 多久 因為 程世亞他們就是去拍那個花欄 Daisy不是幫他準備那個花欄 然後 然後他就去花欄那邊拍照 我就沒有去花欄那邊 因為真的是 太遠了 太遠了 我就先去換衣服 我本來是想說我換完我去看一下 但是 換完我就沒有去了 結果等到週一了 我們都是拍照 我們是想說 程世亞還說就是 沒問題嗎 我們弄那麼久 就是超實 超實在 剛剛誰說 現在的數字架的 獅子 獅子賺圈 是什麼 賺圈 再三點打 你沒跟他的立牌拍到 對啊 我就說程世亞的立牌還在嗎 他說不在 我說那我就不去了 那我就不出去了 立牌不在 那我就不出去了 那我懶得走路過去 你出去的時候已經把立牌收了 沒拍到聖誕衣裝的立牌 對啊 立牌有換好庫 結局我不會知道了 看線上後夜 所以那個立牌呢 對 你是跟本人 對啊 我有跟本人拍到 在他們要收的前一刻 你拍到了 被誰帶回家 所以我們理所當然沒有 就是因為你們都沒拍到 我們怎麼可能拍得到 所以立牌到公司 立牌其實 一開始就有到公司啊 我其實有看到立牌 我還拍下來給程世亞 我說 我說你的瀏海怎麼必摺 我還穿給他 我還穿給他 我就是穿給他 說你瀏海怎麼必摺 我就穿LINE給他 因為那一天我就先到 然後我就看到姊姊在拆那個立牌 然後姊姊就拆完 就說這是等生嗎 我說應該是吧 他們怎麼這麼小 這麼小子 然後我就拍給他 然後他們說晚上 程世亞才會去公司 才看得到立牌 然後在這之前 我就先傳訊息給程世亞 怎麼這麼小子 我就傳訊息給程世亞 我又傳了什麼 我說 我說阿你怎麼瀏海必摺 然後程世亞說 夭壽 哈哈哈哈還行啦 153公分嗎 我說就蠻矮的 應該是吧 我們的對話 應該是吧 因為拍的時候你不在嗎 說小子又說瀏海 就是 就是 因為他會一直說 我的瀏海不能 不能 分開 所以我 有時候我會一直很在意說 你的瀏海現在 就是 拍照的時候我會幫他看一下說 欸你現在瀏海 不是 起的 你要不要弄一下 所以那個 我看到那個立牌的第一個想法 就說阿阿他瀏海怎麼長這樣 看到那個立牌的第一個想法 阿瀏海怎麼長這樣 阿不是在室內拍的怎麼瀏海還可以 不是起的 其實蠻長分開 蠻長分開的 所以在後台拍照的時候 林依除了幫忙拍照還幫忙看髮型 我就是盯著他 盯著他 盯著他現在長什麼樣子 攝影師忘記矯正 瀏海太不聽話了 謝謝MASHAO的愛的熊抱 還是你拍麥克風筆補一下 然後那個正式演出不是有那個什麼soundtrack 就是你們可以看一些彩排 我們跳的那個TTP那邊開始的三首歌 那個地方的時候 因為大家就想說 我其實蠻多人都想說 先妝就先畫好 基本上大家的妝幾乎是八九成好的 你可以甚至可以看到有人是全妝 我基本上是九成 已經差不多好 然後我就上去 然後陳佳是基本上他根本只有畫一半 大概五成 五成 然後因為那時候好像中華老師就到了 然後 然後 然後就 就在後台 然後我們彩排完結束 回到後台的時候 那個中華老師就說 陳希亞你剛剛素顏嗎 然後陳希亞就說 太有畫 剛剛就想說 因為其他人太濃 那個對比 他們就以為陳希亞素顏 其實那麼遠看不太到 可以在VIP看 對啊你們在二樓 然後我還想說 因為就是我們不是延伸才出來嗎 然後我就 我說 欸他們現在在 在 這邊嗎 布後面嗎 然後他們說沒有在二樓 我說在二樓 然後 因為我就一直聽到那個布幕後面 一直有什麼聲音 然後就想說 真的不是在布幕後面 然後就這樣 探頭 探頭看了一下 然後說 喔真的在二樓耶 是你們太晚才是他太難 因為他根本 眼睫毛也沒有畫 是 然後 底妝 然後眼影也很淡 真的在二樓 其實本來不是跟人說可以不用化妝 對 他說可以淡妝啊 就是基本上可以淡妝 然後大家就是 我不知道 可能就是一個畫好了 一個畫好 然後就會影響到說 喔 你都畫了那我也畫一下 就是會有點 大家都 有畫 這樣子 原來你根本也沒看到 沒看到什麼 我新來的請問YouTube看得到你們的表演嗎 什麼表演 欸 什麼表演 Youtube Youtube當然有一些就是 官方剪輯過的表演 如果你要看表演還是 你也可以看粉絲拍的那種 現場活動的表演 或是 你也可以就是 之後有 活動的時候可以去看 嗯 你們要在粉絲前還是會想畫一點 畫重一點嗎 我是想說 避免沒有時間 我現在有時間 我就先畫 因為我通常 眼睫毛搞很久 我真的搞很久 我大概已經 雙髮好 沒有沒有 髮好 然後我就去了會場 然後 然後 因為吃便當什麼時間 就可能有一個小時可以弄 然後我就一直在弄我的眼睫毛 大概用了半個小時 然後顯迪就說 欸你睫毛 睫毛用很久 我說真的用很久 對吧 我也知道我用很久 在睫毛的地方 謝謝哈西夾攀送的告白氣球 感覺練習服也沒有人穿到很醜 昨天真的每個人的妝很好看 嗯 你要抓一撮撮的睫毛要很久嗎 我沒有抓欸 我基本上不抓 我基本上不會用那個夾子 我基本上如果我想要一撮一撮 我通常都會用手這樣 有嗎 不覺得這個需要一點功夫 就是我全部都是用我的手指來的 那個眼睫毛 你知道會不會平靜 有啊我就這樣啊 這樣 然後這樣 這樣這樣這樣 這樣前端 全部都是用手 這麼手一出力不就覺得 對啊 所以有時候抓不到的時候 你就會很生氣 就是 因為你要這樣 抓前端 然後沒有抓好就可能這樣 一個戳 然後 因為戳會有方向 就是他可能會這樣 這樣 往這邊去 但是你想要他往這邊的時候 你就要 往另外一邊戳 他就會這樣往另外一邊去 所以 這樣 戳一戳 不過因為我基本上 我不知道往哪邊戳 所以我就是會先往這邊戳看看 然後發現不是對的位置 我就會再把他戳回去 就是 讓他轉回去那個方向 所以我要讓他基本上是這樣出去 但是有時候我 錯了他就會這樣進來 我就會這樣把他這樣戳出去 有多少人也是用這樣子用手指戳的 所以之前郭欣宇問我說 你連睫毛都怎麼用 我說我用手戳的 然後 我就說 他這樣手戳 就會不會 全部都黏在一起 我說會 可能會啊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 怕的話 你不要用手 然後 他就問 他可能也有去問李彩 李彩就說他是用鑷子 就是用夾的 有點厲害耶 所以是戳完才上 嗯 我先上 我這個人 睫毛的步驟非常多 我先上 先夾 先夾 然後 用這個 打底 先梳打底 這個打底完之後 可能燙一下 現在燙睫毛也不知道 燙一下 然後 燙完之後 然後 看要先戳 還是先上一睫毛狗 然後 有時候可以先戳 如果想要 就用這個 而已的話 就可以先戳 然後 再上這個 這個纖維超長 有時候會太長 所以我會把它的纖維拔掉 就是 他會有時候纖維 太長 就會有一根 這麼長 然後這樣 拔掉 就是因為太奇怪了 然後 把它乾 然後先上另外一邊 然後再燙 再燙 然後燙 燙得差不多的時候 就差不多可以把 前端搓一下 前端搓一點的原因 就是因為 它有的前端 它沒有黏在一起 或是它 有點小分岔 那時候 我就把它搓一搓 讓它 比較是尖尖的感覺 不然的話 它會有點 這樣 這樣睫毛很容易GG 全眼充滑 你說沾到眼皮嗎 搓大樹一點嗎 但搓大樹一點的話 就會 比如說你這樣 會只有三根的話 也不好看 所以 搓大樹 大概就是 比如說 假如說你這邊 像 我其實不知道這樣 大概有幾個 大概 兩三根搓成一樹 這樣子 的感覺 通常都抓幾搓 你去數啊 我也不知道 數一下 我有朋友 雖然我不知道 我所說是存 應該是所存 啊 可是這個時候 已經有假睫毛了 我就算不太存 有假睫毛 就不是我的 輕致手工 基本上應該會 123456789 應該會弄個 9到10戳 但這個是因為 後面那個 老師 黏了 眼睫毛夾 所以 後面這一區 後面這一區 比較細長的 那個 都是假睫毛 只有前面這種 123 4 這邊 開始是我自己弄的 到後面這些 尾端比較細 尾端這種 看起來霧霧的 那個都是假睫毛 呵呵 霧霧的那個 都是假睫毛 而且我甚至 卸掉之後 就可以 就是把眼睫毛 這樣拔掉之後 你還是可以看到 我的 那個眼睫毛 想說用手 能抓這麼密喔 沒有那個 後面都不是我的 還是看彩排 還是看彩排 還是彩排的 我好像沒有拍到 那種比較明顯的 彩排的話大概就是這樣 但因為 我後面的眼睫毛比較少 所以我前面會比較明顯 大概123 4 5 6戳 6戳 左右嗎 所以我這天其實沒有 認真弄眼睫毛 我彩排那天 前一天沒有認真弄眼睫毛 我想說 我想說 欸 都是先上眼線還是先用睫毛 我其實 平常 平常的話我喜歡先上眼睫毛 再上眼線 但是 演唱會那種比較大的 或是比較 公演那種 舞台的話我會 先上眼線再加眼睫毛 然後再上一次眼線 因為 夾完之後 內眼線會不見 所以還是要補 但是因為 上完眼睫毛膏再畫眼線 我就會畫不到前面 就是這個地方 會畫不到 因為它會擋在這邊 然後 我會找不到那個 筆進去的地方 因為它會這樣捲起來 所以 筆要從這邊進去畫很困難 所以我會先 畫 這邊 然後 夾起來之後 再把裡面再畫一次 然後補那個孔形 我就會這樣 其實有時候就是會蠻危險的 因為有時候會不要先搓到 你就會這樣 這樣 超危險 這樣看起來超危險 這樣 這樣擦 這樣搓 這樣搓 因為我有時候畫不到 我會這樣 這樣子 搓到裡面 搓到那個 內眼線 有時候會不小心搓到 就會等 小力一點小力一點 要買保險 這要怎麼保 這有什麼線 這有什麼線 美妝線 美妝線 有這種線 有這種線 這麼健康是不是 會因為很常被眉筆感到 這樣會健康 搓到超常 對 現在吉米洲的啾啾你喔 其實我覺得最痛的不是眼線搓 眼線筆搓到 好 現在吉米洲的啾啾你喔 我是那個 眼睫毛 膏 或眼睫毛掉進去眼睛的時候是最痛的 為什麼 因為你會一直 你會一直 你會一直痛 然後就開始分類 然後不知道是哪裡很痛 然後眨眼睛又很痛 然後就這樣 對 很難 假睫毛掉進去 不是就是 比如說這種 這個有點沒有辦法 你們看不太到 太細了 我們一手 這個這個黑黑的東東 這個東西 掉進去就很痛 這叫做纖維 有帶銀眼嗎 我沒有帶銀眼 所以就是聽到大家說那個 昨天就是可能 撐了一整天 然後從早晃 11點多 就帶著銀眼 帶到快12點的時候 超痛苦 我就想說 怎麼很厲害 大家很厲害 有辦法帶著那個東西 帶這麼久 我大概帶了一分鐘 我就覺得不舒服 超乾的 而且其實眼睫毛會掉血血 所以有時候那個血血 不小心掉進去 很痛 比如說 我有時候畫完 之後可能我要補妝 就會發現這邊 臉上會有一些 黑黑的血血 那個通常都是眼睫毛膏 我覺得我有 只是我不眼妝 我看得到 我還看得到的東西 為什麼突然這麼多人進來 為什麼突然要這麼多人進來 為什麼突然要這麼多人進來 然後我的膝蓋真的很多瘀情 然後我真的不知道是 就是 劉阿琴說 你膝蓋上面也有 也有 也有那個瘀情 我說 對啊 然後她說 是為什麼 我說 我在猜是黑暗的時候 弄的瘀情 她說 是嗎還是是Ruma 我說Ruma 有地方會弄到這個膝蓋嗎 她說 我不知道 然後我說 應該是黑暗吧 她說 對啊 是嗎還是是Ruma 然後我就一直在想Ruma 那裡有什麼地方會弄到膝蓋 因為是這裡 這裡 跟 這裡 我說黑暗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副歌是這樣 各位大家 就是她會在地板上這樣 因為你要撐住 所以你往右 就是會 這邊的膝蓋的內側 會 會 這樣在地上 然後往左 你就會這樣 然後這邊的膝蓋就會在地上 然後這邊的膝蓋就會在地上 這邊 再縮回來就會 再回來地上 所以 所以我在猜應該是 黑暗的那個 副歌的地方 因為如果你要動作大一點 你的膝蓋就要 撐用力一點 因為你上身晃得更嚴重 你的膝蓋就要支撐得更多 所以 膝蓋就會比較 容易 瘀青 但如果你 比較小一點 就是比較小一點 但是 如果你要 你就會 因為你沒有辦法 緩衝到那個 膝蓋 因為 這樣甩來甩去 一定會 膝蓋會在地上 然後 會有那個 重力加速度 你的那個 膝蓋 承受 在地板上的 那個壓力會比較大 所以 所以要大力一點的話 膝蓋就比較容易 瘀青 所以我在猜應該是黑暗 因為 黑暗的時候跪的真的是蠻痛 但它現在還沒好 但你們有看到嗎 就是這個啊 左邊很嚴重 但右邊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是黑暗 因為我真的覺得黑暗 左邊會用到標準 跟練習的時候會有差別 拋起來 拋起來 因為怎麼說那個 護膝 我覺得我買了 因為就是便宜的護膝 所以它 很容易掉 就是它是用魔鬼沾這樣 這樣 這樣 這點要怎麼撞到 我就說是因為 櫃子啊 你們不相信 就是 這樣櫃子 因為張開一點才會穩 小一點就會晃 身體就會晃 所以我通常是張很開 張很開的話 膝蓋內側就會在裡面 在裡面 所以 左右移動的時候 這個地方就會壓到 壓到 會壓到這個地方 開腳櫃 要開腳櫃你才有辦法支撐這個 左右晃的姿勢 你閉腳櫃你會晃不大 就是會很小 所以 就是 只能 這樣會比較穩 這樣會比較穩 你也是可以這樣子啊 但是你這樣晃的時候 你就會很容易跌倒 你知道嗎 會很容易跌倒 因為 你上面身體過去這邊的時候 這邊沒辦法支撐的時候 就會很容易跌倒 所以 要這樣晃 你身體這樣往這邊倒的時候 這邊才撐得到領域 嗯 這個 鞍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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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遮欸 我昨天沒有遮喔 我昨天沒有遮 因為我懶 沒跳過黑黑啊 對 又要求那個 它是要求我們上來的那個速度 然後 上來的時候 它說要大力一點 它沒有說這個 左右要多大 這樣子 待會去如果 之後有回方 你們就去看回方 黑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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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跳過 家綺 黑白天 沒跳過 現在看是很誇張的 你去看一下黑暗的副歌 因為 就是左右荒 就得灌了 灌在 跪在底上 那顏色 其實這個顏色就是 它其實過了蠻久的欸 這個 過了蠻久的 黑暗的歌 舞台真的很好看 但真的聽不懂歌才好 我那時候就說 城下是不是想要 因我們 就是選了一首這首歌 S2 都有看啊 TSTM SH也有看 STU也有看 初四見面 我們那時候第一次說 聽到要唱這首歌的時候 而且還是長版 我就說 為什麼要選這麼困難的歌 就這樣 不缺響 T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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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光一的甜蜜還是 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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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佑自助生氣自然去收場 略跟著交錯著 溫柔馬現實的何理想 哼 那像作也好不像 也不佑自助生氣自然去收場 那個時候唱 我真的是沒有辦法 看著歌詞都這樣 那像作也好不像 也不佑自助生氣自然去收場 哈哈 略跟著交錯著 軟弱馬現實的何理想 黑暗跟夢之助哪一個比較難 黑暗 黑暗 星光閃爍在 星光閃爍的地方在那充滿幻想 充滿希望在那邊放 似乎隨意被 似乎隨意被大量寸在滋味絲 在哪 宇宙的媽媽 因為中文要捲舌所以很難 就覺得很累 謝謝光一送的大聲說愛你 大聲說愛你 星光閃爍的地方 在那充滿幻想 充滿希望的遠方 似乎隨意被大量 在那充滿幻想 充滿希望的遠方 似乎隨意被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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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自我意識 自我意識很難 自我意識在那宇宙的媽媽 在那 在又不能捲舌 然後是要捲舌 是在那宇宙的媽媽 真的是很困難 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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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隨意 似乎隨意被打量 似乎隨意被打量 真正 因為很容易 待會兒就不動 我唱的時候 嘴巴就會不動 所以我已經努力 了 �י 伟乎 除何 沒あっ 不然 沒有 穿不備 日花翼互 他们的歌曲我觉得比较难 我就有一段那个比较难 看他常常会调整 我觉得是他调太大声 然后他一直觉得耳朵很痛 然后他一直说他耳朵还没好 我說你為什麼要開這麼大聲 那我的話應該比較清楚 對 謝了好像 請問這個要怎麼唱 讓我來唱 他全部都是四個字 會不會太強忍所難了一點 這若有所需若無所需 似乎已然無法辨別的情況 這若有所需若無所需 似乎已然无法辨别的情况 那眼睛在绕口里 恰似 恰似 年少无知 一来伸手 贪得无厌的时光很彷徨 很生气 而且还都是四个字四个字 太难被 太难被了 太阳中掠过了地面些有影的彼岸 荒荒的冲荒的心抓着 最有办法的写阳 其实我一直在想 什么叫描写出R的形状 那个时候忘记是谁在录 我忘记我跟谁一起录 反正就是那个R的形状 我觉得很好笑 还是我是跟神社一起录 反正就是有听到有人在唱 太阳就掠过了地平线 一望无影的彼岸 幻化描写出R的新装 这般晚的写阳 幻化描写出R的形状 这般晚的写阳 然后我还是听日文的歌 它确实是说R的形状 它真的是日文真的有这个词 我想说什么叫做R的形状 R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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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Bardic R都etten Rapa 还好它副歌不能 但是它主歌很难 還是Blue Rose你比的R的形狀 我比的R的形狀 Blue Rose我比的R的形狀 那我手抽筋的形狀 教大家 先拿出你的大拇指 跟你的食指先合在一起 然後把你的手握起來 我在下面 先做出這個鑰匙 然後把你的中指跟無名指伸出來 就是R了 其實基本上你這樣看不太好看 然後小牛牛要收起來 有了小奴子握不住 你 喬一個喬一個很像R的角度 你要快收進去 先握 先 大拇指跟食指合起來 然後全部收起來 然後把中指跟無名指伸出來 笑死 笑死不起來 笑死不起來 我是右手有點障礙 右手有點障礙 還是你先這樣 握拳 食指 然後再伸出來 你先握拳 握拳頭 握拳頭 然後先這樣 食指跟大拇指 然後 中指 無名指 然後這個地方先卡在肉裡面 這個地方卡在肉裡面 這樣子就可以了吧 先卡在肉裡面 先卡在這裡 先卡在這裡 先把它卡在這邊 先卡在這裡 先卡在這裡 先卡在這邊 大拇指跟食指 比一個C 然後這樣 合體 這樣就是R 阿記得這一條要是指的喔 然後這一條要是斜的 然後這一條要是斜的 這樣會比較小 衝手蠻笨 我說你們擺不了衝手的話 你們可以用雙手辦吧 我單手 沒有說你們一定要單手 老人辦可以 因為自拍什麼的就是 一隻手 一隻手 會比較好 一隻手 其實我覺得我左手比的比較好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左手就不是R 很酸 可以找另一個人來合體 大家會來視訊會嗎 視訊會抽考你們比R的壽事 請問你學會了R的壽事了嗎 他那逼出來到時間就到這樣 沒學會就被卡 還好你們已經握完 本來昨天合照還想挑戰出這個 好像沒有 然後你就會發現大家一直在那邊 欸怎麼比怎麼比 欸怎麼比怎麼比 倒數2秒的時候 兩隻手指才正要生出來 我會一直重拍 你就是不想讓我們下班 哈哈哈哈 現在呢要被抽考了 手把手教學 現在會竟然有額外關卡 我只是怕你們沒話題聊 我分享一個新的話題給你們 看你們要不要採用 結果昨天我的合照你閉眼 結果昨天我的合照你閉眼 我看看牙醫能不能動作快一點 通過考驗還 還什麼 還什麼 還沒有講你 沒有強力啊 比R是應該要有的吧 這是正常來講 你們應該 你們應該 你們要比 比出來的 是不是 沒扣 沒扣 沒過先扣個十張卷 合照做靈 要交三十個多 大家會 大家會崩潰 大家會 弄個這麼難的姿勢 大家沒辦法下班 這樣 基本條件 請蘇之君學會 謝謝 R的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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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描寫出來 會拍不完 會一直從他對的 你還沒教學就無師自通 謝謝你左手 筆不出來不能當素質進來 不能 對 開玩笑的 看手真的無名字跟小字分不開 只好雙手 想問是不是我工作 大家有沒有去 我的貼文底下留言 有沒有按讚 你出來不像也可以嗎 當然可以 我有比較好奇 要怎麼不像 會長怎樣 這樣嗎 會長這樣 膚色交代 你先這樣 先這樣把它貼起來 先貼起來 該交入門了嗎 上面那個圈會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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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麼樣 這樣嗎 這樣 上面那個圈要怎麼很小 筆也可以比我 這不是OK 你的OK有多大 這個基本上就會 少個一半 手指不長的人 那圈就會比較小 圈就會比較小 圓的變形姿 這部分 這樣嗎 這樣還是蠻大的 我說他大拇指只有這樣 還是這樣 它會不會太好 還是這樣 只有這樣 這麼小 這樣會不會太好 想請你找不到S 單手筆的方法 真的很難啊 S真的很難用單手筆 他好像是說這樣 放棄了 就是很難很像啊 就是看起來不太像 我這邊看起來很像六耶 我這邊看起來很像六 很像六耶 因為這邊會 這邊會有那個 會擋到 對 為什麼你覺得SBR 一直到就好 不要要小 先 留小巾 很簡單 K 怎麼能比S這麼清楚 手指都好酸 S就是 這樣玩 這樣玩 然後 張開 張開 然後比較像S 我覺得S比較難 因為下面S的話 應該要下面比較長 但是中指很難下面比較長 獅子會看起來很長 所以獅子可能要上去 看起來會比較像 獅子要小一點 獅子縮短一點 中指 中指改成中指就有S啊 指的下面沒出來 再想一個 指的下面沒出來 再想一個 指的下面沒出來 很難欸 K就是整個那樣的 只是K本來就不一定要生出來吧 很難欸 K就是整個那樣的 只是K本來就不一定要生出來吧 大寫K就不用 就是這邊跟 這邊跟 這邊跟 這邊 現在慢慢練習一定來得及 只有幾個方向嗎 不要做無理的要求 不要做無理的要求 就當作這個是小K 然後這個是那個 長的地方 我的左手是不是比較靈活 我的左手比較靈活 S雙手要怎麼靈 這樣子 右手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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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吧 S的手指很大 其實K好像沒有什麼雙手的手指 所以 無名指跟 中指跟無名指伸出來才對 這樣嗎 這樣有嗎 你是不是要伸開 這裡嗎 把這邊伸開 對 對 中指跟無名指太長了 沒有辦法 看起來像K啊 中指跟無名指太長 拇指中指還有無名指而已 什麼意思 這樣不是比較好看嗎 這樣有比較好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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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這樣這樣 死指中指小指也可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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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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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我趕快 現在是趕到禮拜五了 大家 下次直播是禮拜五 他剛來耶 還敢剛來啊 辛苦了 今天是阿伯上面的直播嗎 今天是阿伯上面也有直播 他應該都有直播 我可以阿 播一天也是蠻讚的 播一天這樣子 還好你有早點來 看一下我今天的前十名屋 這邊 丁毛 我怕媽媽突然來太多了 他突然來也是就是他只能在客廳 我想的人真的會補到圖 不要補不要補 第十名是丁毛 謝謝丁毛 第九名是金佑 謝謝金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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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突然 反正他又不能出 所以他不能 我已經挑六日 我邊吃早餐邊看 那你要我願意早上播阿 我這個人就是 我寧願晚上播我也不要早上播 嘿嘿 丁 第八名 第八名是吉米洲 謝謝吉米洲 謝謝吉米洲 第七名是粉安森 現在粉安森 現在粉安森 還有粉安森 一般我有吃的話就留 今天早上不是下午三點嗎 那早上播應該會要的另一的名 沒有什麼就是需要的話 我不會早上 第五名是小鈴 我剛剛念到第五名嗎 還是這是第六 這是第五 第六名是花生 第六名是花生 謝謝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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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名是小鈴 謝謝小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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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名是小鈴 第四名是光鈴 謝謝光鈴 光鈴你好 然後第三 第三是十一 現在是十一 現在是十一 下十一 第二名是素之佳 謝謝素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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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名是Mushel 謝謝Mushel 休休休休休休 打麻布人啊 我的名字 早期真的很困難 早期真的很困難 我今天還沒有睡飽 不然挑戰早上睡到 我今天 其實睡到 就很多 然後 我叫了阿伯上起床 然後就再睡了一下 睡到12 睡到3點多 欸好像很睡蠻久的 也沒有 會不會大概 很晚才睡 哈哈 很晚才睡 居然 嗯 假的一場起床 對照他起床 呃 要 別人需要叫我 叫他起床之後 我就會起來啊 但是我自己要起來 是比較難 對我早期是為了叫他起床 昨天很晚才吃晚餐 對昨天真的很晚 我們昨天真的晚上真的是超餓 而且重點是 因為我SSK的休息室在樓下 就是八樓 就是舞台出來的那個地方就是 我們的休息室 然後上樓是 其他人的休息室 然後 所有的那種 比如說 加拿哥送的天天圈 或是二哥送的飲料 然後 陳佳琴的飲料 通常都是放在二樓 然後便當什麼的也是放在二樓 然後餐盒也是放在二樓 然後 我們根本不知道便當來 然後我們就 那時候集合的時候 我們就到會場 然後我想說 現在是要幹嘛 現在要幹嘛 現在是沒事做嗎 然後劉小琳就突然說 是不是現在是吃便當的時間 然後他們根本 說不定便當來的 只是他們沒跟我們講 他們忘記我們 然後他們其實在吃便當 然後他們說真的嗎 真的是這樣子 然後 然後後來就是工作人員姐姐 就進來 我們就說 欸便當來了嗎 他說對啊便當來了啊 在樓上 我說啊沒人跟我們講 我們就沒有了 我們就沒有知道這件事 然後我們才 工作人員姐姐就上去 幫我們拿便當下來吃 然後就吃 然後 但是因為 開場前其實很飽 可能就是 緊張 早上胃口沒那麼好 所以早上就沒有吃太多 中餐的時候 我沒有吃太多 我那邊吃了一點點 一點點 超少 然後 然後晚餐的時候 聽說是餐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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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根本 從頭到尾我們都不知道 餐盒在哪裡 然後他們 但是有聽說就是 有餐盒 然後在樓上 我們四個都沒有人拿餐盒 哈哈 我們四個人到結束 我們是合照完結束 回到公司都忘記這件事 說欸 對欸有餐盒 有人有看到餐盒在哪裡嗎 他說沒有欸 根本沒有人跟我們講 要去拿餐盒 所以我們就連餐盒也沒有拿 嗯 有啊 但是我拿到家裡 跟甜甜圈 跟陳詩亞的飲料 我有特地走上去酒樓 去拿那個 飲料跟甜甜圈 還拍了照 但是我沒有拿到二哥的飲料 因為就是 他那個時候已經是快開場的時候 他放在那裡 然後就是太遠了 我就沒有上去 哈哈 而且連陳詩亞的飲料 我都沒有喝 因為就是 我前一天的飲料還沒喝完 所以我就先喝前一天的飲料 所以我就陳詩亞的那個飲料 我就先放著 然後再加上 因為吸管沒有 吸管不在我們這邊 吸管也在酒樓 所以吸管在樓上 我們沒有吸管 我也沒有辦法喝 所以我就是到結束的時候 我才走上去 酒樓拿吸管 我才有辦法喝飲料 所以我到後面才 就是結束 真的結束 一定要擅長的時候 我才再喝陳詩亞的飲料 然後我喝到今天 我才把他喝完 可是飲料還是比較好 我是拿去冰啊 然後喝 為什麼吸管還有粉開放 我就不知道欸 就是 對 你們四個怎麼感覺是被鞭眼 就是四個的 四個在一間 休息室 休息室有好有壞 就是 人比較少 會比較好 換衣服什麼 比較安靜 然後 比較壞處就是會容易被遺忘 因為大家都在樓上 可能工人員就會說 怎麼樣 要集合 謝謝 然後 跳完之後 你就直接進後台 就可以換衣服 但是你不用 跳完四樓跟 你要爬一層樓 然後上去換衣服 然後再下樓 就是會比較卡 不好了 真的嗎 卡卡嗎 卡卡 他要我下班了 呵呵呵 他要我下班了 那也邊緣 那也邊緣 我就邊緣你啊 順了以前說 對啊 他說順了兩個小時半 我還要說一件事 就是他們在圓鎮的時候 他們在圓鎮的時候說要圓鎮 那可能好像說 四點十五的時候要圓鎮 四點十五的時候要圓鎮 然後大家就說 好好好 然後大家就 然後就 大概就消遲了 然後就在 我就在修學室裡面 然後就是 我忘記我在幹嘛 然後我就把那個椅子 什麼擺好 就想說擺開一點 就是 靠牆 這樣有辦法做椅子 然後突然急著轉頭 就說 欸你怎麼在這 我說我不應該在這嗎 我現在不應該在這嗎 然後他說 欸你怎麼沒有上去 我說為什麼我要上去 他說他們要圓鎮啊 我說喔真的喔 啊怎麼沒有人跟我講 啊我怎麼還在這裡 然後他說 對啊啊你怎麼還在這裡 然後就對講清楚說 欸他還在這裡 他還沒有上去 然後我想說 啊怎麼沒有人 跟我說 啊怎麼他們就都上去了 然後我就在修學室這樣說 什麼意思 所以我現在要上去什麼 他說對啊你要上去 然後就是這樣 走上去然後要圓鎮 然後就是少一個人 少一個人 然後 圓鎮完後 我回去修學室 他說你有趕上 我說我有趕上啊 他們根本還 他們就還在 還在喬位置 就是他們還沒開始 他們都沒發現 還沒開始圓啦 就是他們還在 集合而已 消失01 很存在感的人 而且我們連拜拜都被遺忘 你知道嗎 連拜拜都被遺忘 本來城市亞去拜拜 然後他拜完回來 然後突然後面說 大家都要拜 然後我們就SSK啊 又走上去 要去酒樓大家電梯 結果我們上去的時候 發現上面都沒有人 就是他們已經 他們已經下樓了 然後說啊什麼意思 他們已經下樓了 他說我們還要下去拜嗎 我們下去 我們下去說不定他們就拜完了 我們還要拜嗎 然後我們就說 然後他們就 我們就等他們 電梯再上來 然後他們電梯上來之後 我們就坐下去 我們坐下去的時候 他們已經拜完了 然後他們拜完的時候 他們就要進去電梯 然後我們就出去 我們就說 那我們還是拜一下 然後我們就出去拜 然後就說 你們電梯裡面的人等 我就姐姐跟他們說 電梯的人等一下等 他們拜完再上去 然後我們拜完轉頭 他們電梯就關了 然後他們就已經上去 我說 不是說要等我們 怎麼又先上去 我們就一直在那個 然後我們再點那個貨屏 因為貨屏真的是很慢 然後他要等很久 然後上去下來超久 然後我們就一直站在原地說 啊我們剛剛 啊剛剛不是說要等我們 要怎麼又上去 然後我們就又再站在原地 然後 然後因為很熱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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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的地方很熱 然後又沒有 沒有風 然後就很悶 然後我就想說 啊你為什麼不等我們 然後 然後就後面也是 我們上去 然後電梯到了 然後我就說 啊誰有卡 然後姐姐就說 喔他們有卡 我說 啊誰有卡 然後我就還好那個 那個 那個主管姐姐在 然後我就說 啊姐姐你有卡嗎 他說 喔我有我有 我說還好有卡 不然我們甚至連上去都不能上去 然後我就 最後還好我們有回到 回到九樓 這樣子 那就是大家就拜完 嗯 真的很熱 真的很熱 你們是說不一樣的語言嗎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那一整天都是 SSK啊 甚至跟別人不在同個世界 你知道嗎 嗯 客家電梯這邊也是 真的是等到 那個後梯真的是等超級 我們記得我們 遲一點多到 然後也是在等後梯要上 上樓 就是 全部三十幾個人 塞在那個 B 就是地下幾樓的那個 的 停車場的那個 後梯的那個 空間 然後大家 全部緊來不要 超熱 超熱 然後拿一堆東西 然後再等那個 電梯總之要下來 超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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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沈下根本不用下去 因為他 已經敗完 但他還是跟著我們一起下去 然後一起被我們關在樓下 但其實根本不用下去的 你們那個後梯也沒辦法一次選 可以全上啊 可以四十幾個人 四十幾個人上去 新孔式啊 他發生就是 很 很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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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就是昨天發生的 一些事情 雖然可能還有一些事情 但是我現在想不起來 我就先 就先這樣子 我能想起來 我都跟你們講 昨天發生的什麼事 真的是很容易 我很莫名其容 對就是這樣子 好了大家 我要結束今天的直播了 那就禮拜 禮拜五見了大家 我要開始補眠了 我要開始補眠了 要好好享受一下 成下 畢業演唱會結束後的這段 不需要做什麼事情的日子 還沒有開始做 新的練習的時候 Rumor排除 Rumor是一直都有的練習 所以 其實不用再寄新的東西的那個 比較 安穩的日子 我要先享受一下 等到又要開始寄新的位置的時候 就是又是另外一個噩夢 所以先 先休息 辛苦了晚安 晚安 好險我不用去 好險我不用去運動 但其實我蠻想量我的體脂肪 我覺得我的體脂肪 應該也是媽媽 二十幾 多休息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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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暫悠閒期 晚安 88 拜拜 拜拜 這也是音bie 真的很想去量一次 看看很好玩 拜拜 這是五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